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尔克森坐在地上 给李胜龙鼓掌 球传得不错 张卫把球断下来 贴着边线 马上送一道直传 奥斯卡让球转身 把对方打在自己身后 带他进去脚上 给他进去里面 大三场 漂亮 两个巴西人 高质量的反击配合 跟之前李胜龙那个团中出现的情况一样 看着卫山现在的后卫兜赛 但是基本上都是离得有一点距离 高度稍差一些 转左脚上门 21岁的门家 门证人的确是显得比较紧张 包括10号这个 宣贤号 15号 今天打中场的李东岭 外围转射 大进区里面把球抢到 又是奥斯卡 进区线 球停好之后 下一步不好处理 给他编路 最后是中锋的起球传中 但是卫山现在队今天的后防线 的确是乱得可以 乱 枪刀混乱 连最简单的解围都因为慌乱 经常就解得出去 是 中场 投球争抢当中 金秀岸撞翻了自己的边后位 上队很好的机会 奥斯卡 漂亮 2比0 连续两年 连续两年上队在 亚冠小组比赛当中 对阵卫山现在 奥斯卡 这已经是四个进球了 家里边清风好友来了不少 而且这种过人动作呢 是奥斯卡最擅长的 他盯着原地 等着你上来做动作 你做一半的时候呢 他选择反向 是 后点 举单手示意 结果奥斯卡直接 任一球掉射 传到自己的主教练 金竹勋的位置 前场我们看 内部送到进球里面 李胜龙 下到顶线 小角度漂亮 3比0 这个球 毫无疑问 应该是李胜龙 职业生涯当中 最精彩的进球了 零度角破门得分 变相进球啊 来一条远射 球打得比较正 看这球 结果反击当中 帽子戏法 战上岗队又完成进球 奥斯卡今天帽子戏法 今天在家人和朋友的注视之下 奥斯卡状态 真是爆棚啊 是 三球落后给何鹏 好的 断球大阵区里面 胡敬航 再把球交给奥斯卡 大方围转移过来 奥克森大阵区里面 自己打 股设有没有 有 结果 5比0 胡敬航 谁都能进球 现在今天 就是阿尔克森 进不了球 连体股上场的胡敬航 都收获了得分 在联赛当中 丁东浩 在球队当中 是这个阵容当中 出场次数和时间最长 好了 主台版阿森莫夫 铭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福利 务 说 感谢观看